哥们要带我去市里新开的洗脚城洗脚 我怕老婆多想 便拒绝了 可他们刚去没多久就给我打视频 我以为他们是又要劝我去 哪知道 他们脸色一言难尽 下一秒将镜头对到另一边 我竟看到了我老婆的脸 还穿着非常暴露 哥 你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洗脚城吗 我晚上还在公司加班 就接到了我的好哥们耗子的视频电话 那个洗脚城是前不久开的 据说提供各式服务 生意特别好 几个哥们早就得了消息 天天念叨着要去 视频里耗子就披了一件浴袍 想来是已经去享受了 我以为他还不死心想把我也叫过去 毫不犹豫地拒绝 你嫂子还在家里等着我呢 我说了我不去 我得对我老婆忠诚 不能让他多想 耗子的表情一下子变得有些一言难尽 他皱着眉头看了我好半天 才缓缓地转动了手机的摄像头 哥 你看那边那个女人 是不是有点 眼熟 胡说 我能跟那的女人眼熟 你别败坏我名声 我 话没说完 我突然呆住了 在耗子的镜头里 我竟然看到了我的老婆柳如烟 他穿着暴露的衣服 正蹲在一个男人腿边给那男人捏脚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现在在哪 把地址发给我 耗子也知道我现在已经快疯了 毫不犹豫地答应 我发你手机上你看一下 你先别冲动 说不定有什么误会呢 拿到耗子发给我的地址 我也无心在去管还没批复的文件 起身外套都顾不上穿 就急匆匆坐电梯去停车场 洗脚程的位置在公司和家里的路线中间 开车不过十几分钟的车程 我一路上手都在抖 不停地劝自己说不定是认错了 也许只是两个人长得相像 我与老婆柳如烟认识好多年了 恋爱到婚纱 一直是别人眼中的模范情侣 柳如烟算不上绝顶漂亮 但是长得温柔亲切 性格又善解人意 是那种一看上去就很嫌弃良母的女人 我自第一次见到她 就对她一见钟情 对她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结婚以后 我们的感情也一直很好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我那一向乖巧大放 甚至还有点保守的老婆 怎么会出现在那种场所 还穿得如此暴露 去给一个男人捏脚呢 但是到了洗脚程 我不得不面对现实 一走进大厅 我立刻认出来 那个女人就是我的老婆 那是我朝夕相处的女人 我一定不会认错 柳如烟 我怒吼一声 她一抬头也看到了我 起身拔腿就跑 我赶忙追了上去 可是这大厅人太多 我到处找也没找到她的身影 浩子一行人也看到了我 赶忙赶到我的身边 哥 你先消消气 和嫂子好好说 万一有什么误会呢 如果那个人不跑 我还会自欺欺人 可能是有什么误会 可能只是长得相向的两个人 但是她一听到我叫柳如烟 立刻抬头 并且还拔腿就跑 现在我想骗自己 也骗不了了 我现在只想立刻找到她 问她为什么要出来做这个 家里并不缺钱 她想要什么买不了 非得跑来这乱糟糟的洗脚程 我掏出手机 给柳如烟打去了电话 可是没人接听 我在洗脚程到处找 见到房间就闯进去 直到最后被顾客投诉 被保安拖出来 我都没有再看到柳如烟的身影 我垂头丧气的回了家 却发现老婆已经在家里坐着了 我急忙冲过去 抓住她的手 洗脚程的人是不是你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 老公 你听我解释 柳如烟向我解释说 她只是不甘心在家过别人养的日子 才想着出去找一份工作 洗脚程离家近 要求不高 薪水也给得很大方 她才想去试试 你在家待得好好的 干嘛非要出去工作 还非找那种地方 我依旧怒气未消 自从她毕业以后 一直说不愿意去上班 嫌职场环境对女性不友好 嫌工作压力太大 又说不想和太多同事相处 整天勾心斗角 她不舒服 我也欣然同意 我爱她 自然希望她快乐 我从大学就开始创业 等毕业的时候 公司已经颇具规模 养一个柳如烟自然是不成问题 我只是看你每天加班都很愧疚 觉得帮不上你什么忙 我想只有我自己赚到钱 才能消除我这些愧疚心 可是我在家待太久了 没有公司愿意要我 只有这个洗脚程 不要求工作经验 工资也养得起我 老公 你放心 我就是单纯的去给别人洗脚 捏脚 没有什么别的 那个衣服是我们统一的工作服 我也觉得太暴露了 等我过了实习期不怕被开除了 我就换成平时穿的长服去上班 我还是不想答应 可是柳如烟一口一个要实现自我价值 如果我不同意 就是看不起他 就是不相信他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 我也只得同意 但我也与他约法三章 第一 只能做洗脚的工作 第二 以后不许再穿那种暴露的衣服 第三 如果有人敢对他动手动脚 他必须报警并且辞职 他都一一答应下来 做不下去就不做 咱家不缺你这点钱 何况洗脚到底在别人眼里 不算是个正经直言 你要是实在想赚钱 咱们再考虑考虑做点别的 我还是不太情愿 哎呀 好啦好啦 真啰嗦 说不定我过几天玩腻了 就不想再玩了呢 柳如烟不耐烦地应付我几句 随即扑上来就稳住我的唇 我可耻的没能惊住诱惑 很快就擦枪走火 和他滚到了床上去 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以后的日子 我明显地感觉到柳如烟 与我相处时心不在焉 他告诉我是因为 他平时工作太忙太累 所以在家的时候 实在是懒得和我说话 我又一次就是重提 建议他要不就辞职回家 或者我可以出钱给他开个店 花店 书店之类的 环境好 也适合女孩子 可他却大发雷霆 说我大男子主义 不知道尊重他的想法 事实都只为自己考虑 我只能向他道歉认错 允诺再也不提起类似的话题 更离谱的是 他开始拒绝和我亲热 每次我来的兴致 想和他做点什么 他都毫不犹豫地借口自己太累 没有心情而把我推开 有时候被我逼急了 就骂我没进阀位 还不体贴 实在过不下去就离婚 省得你天天惊虫上网 非要过来恶心我 我才意识到 自己的婚姻出现了巨大的危机 柳如烟不仅拒绝和我亲密接触 他自己的行为也越来越过分 经常整夜不归 打电话也不接 我去他单位找他 前台告诉我 他已经下班回家了 可第二天一早 他回到家里 去又跟我说是替同事的班 前台不知道他们换班的事 才会说他不在 而且 柳如烟开始用手机 和别人聊得越来越欢 最开始还知道闭着点我 到后来干脆当着我的面 眉眼含笑的摆动手机 我不止一次的 听到他娇声 与别的男人打情骂俏 我再也忍不了了 要求他必须立刻 从西角城离职 他不愿意 还骂我不懂事 不识大提 说他是在和生意上的伙伴 打好关系 我却在一边吃没意义的醋 这次我不会再被他含糊过去 向他进行了最后通点 要么现在离职 要么咱们现在就离婚 以往都是他提离婚 可那不过是威胁我的手段 如今我一提 他又怕了 选择向我妥协 并且答应我从西角城回家 先在家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再考虑自己做点小买卖 果然 他一约辞职 虽然之后还是拒绝我的触碰 只说他在西角城 见过太多恶心男的 现在见到男的 就条件反噬的不舒服 需要一些时间 来消除之前留下的心理阴影 所以希望我能先不要碰他 我都答应了 他还跟我说 打算开个咖啡馆 又清闲又有情调 而且以后我加班 他还能给我送杯咖啡 我大受感动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立刻着手帮他选职租店铺 买咖啡豆招人手 尽可能做得面面俱到 不再让他费心 自从咖啡馆开业 老婆又过上了早出晚归的生活 他说他要好好追求自己的事业 这一次我大力支持 毕竟不同于在西角城 这也算是个正经工作 我当然希望我老婆 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前期他整日问我伸手要钱 要重新装修 要买新的设备 要做一下活动扩大客流 我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 直到有一天 我们公司去参加一个行业内的峰会 这个会议非常重要 所以由我作为公司的代表 前去参会 会上 我还见到了柳建国 柳建国是我的老熟人了 之前我创业的时候 他就来我的公司应聘 后来 有一次我们再谈一笔大生意 他被竞争对手买通 把我们的机密全都偷了出去 交给竞争对手 我的公司因此元气大伤 差点倒闭 后来经过我的努力 公司起死回生 我立刻全力追查公司的叛徒 最后查出了他 我毫不犹豫 把他告上法庭 让他赔了公司一大笔钱之后 才把他开除 此后他也还在这一心活跃着 虽然没有什么大公司愿意要他 但总有些目光短浅的小公司 不在意他之前的案底 明明是他有错在先 他却一直怪我 当年把他告上法庭 还赶出公司 因此他一直到处散播我的谣言 抓住一切能诋毁我的机会 诋毁我 没想到现在他混得还不错 竟然也能代表公司来参会 我见到他 还特地跟他打了个招呼 没想到这一次 他却没像之前一样恼羞成怒地躲开 反而还对着我露出了一个猥琐的笑容 散会之后 我和几位老板寒暄了一阵才往外走 正好遇见柳建国在外面与人说话 会前和你打招呼的那大老板出去了 你快去跟人家搭两句话 人家公司看不上的单子 放咱们这儿都能吃一年了 我听到有人在对他说 我跟他搭什么话 我跟他的关系 就是我随他老婆的关系 真的假的 你可别吹牛 人家大老板的老婆让你碰 别说让我碰 他老婆还夸我比他萌比他有男人味呢 我跟你说 他老婆开了个咖啡馆 给钱就能买可乐 地址我发你 不信你也去试试 我愣住了 他们好像是在说我 但若说他话里 那个放荡的人是我老婆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 且不说我老婆内心是个传统朴实的人 就算是他玩 他也不缺钱 想玩而直接出去点鸭子了 那还长得好态度也好呢 怎么会愿意让柳建国这种人碰 尽管我拼命地告诉自己 这说的不是我老婆 或者是柳建国故意想诋毁我 但我还是起疑了 为了不打草惊蛇 我极力克制了 往柳建国那张恶心的脸上 打两圈的冲动 假装什么都没有听到 就离开了会场 柳如燕的店是我帮他租的 所以店里的钥匙我也有一把 我挑了他在家的时间赶去了店里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我果然发现 原本布置非常简单的员工休息室 现在装修得异常艳俗 粉色的地毯 粉色的床单 看起来都非常廉价 我随便翻了翻 就在床头柜的抽屉里 发现了已经拆封的安全套 我一下觉得全身的血液 仿佛都涌向了大毛 我掏出手机 给柳如燕打去了电话 我现在在咖啡店里 这个休息室 怎么让你装成了这样 我喜欢啊 你怎么什么都想管 我乐意买什么就买什么 乐意放什么就放什么 装修的时候 我还跟你说了 你现在又出来找麻烦 是想干什么 我这才想起 咖啡店刚开业的时候 柳如燕找我要钱 说要装修 我不已有他 大方的给了钱 没想到是用来装修 他和别的男人睡的房间 我感到更恶心了 同时 我也意识到 如果没有实质性证据 以柳如燕的秉性 他还会死鸭子嘴硬 什么都不会承认 我只得压下怒气 和他打着哈哈 挂断了电话 我特地联系哥们 帮我买了好几个真空摄像头 送到咖啡店 一晚上没睡 连夜装好 第二天 我躲在办公室里 死死的盯着电脑屏幕 很快 画面里出现了人影 柳如燕搂着柳建国肥瘦的身体 走进了房间 他们肆无忌惮地打情骂俏 柳建国还提起了我 昨天我还看到你老公了 你说如果他知道 自己老婆和我睡一张床 会怎么样呢 柳哥你又开玩笑 可不能让他知道 我还指望他 给我浇着铺子的珠子呢 那你说 我和你老公谁更好 当然是柳哥了 我老公那个废物 哪能比得上柳哥一个脚趾头 柳建国的自尊心 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满足 他哈哈大笑着倒在床上 很快 不堪入目 我脑袋已经快要炸裂了 这么多年 我对他几乎有求必应 家里也不缺钱 他这么做 到底是为了什么 视频画面中 两人丑态百出 我心里忽然一阵反胃 忍了又忍 还是没忍住 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好不容易 柳建国离开了 我呆坐良久 下定决心 抹了眼泪 起身准备去找柳如燕对质时 房间里又来人了 这次是一个陌生的男人 柳如燕迎了过去 两个人打情骂俏 好像很热络 看来也不是第一次来了 那人没过多久便走了 但很快 又来了下一个 我整个人已经麻木了 我已经麻木了 他是疯了还是病了 我还是太低估他了 我之前想过最坏的画面 也不足实际情况的万分之一 被那么多男人肆意羞辱 他甚至没有一丝羞耻 有的只是满足与兴奋 这样的他 让我觉得陌生 之前我还在发愁 他为什么不肯和我亲热 现在我内心只有满满的庆幸 还好最近没做 做了我现在可能要恶心思 我给他打电话 我要和他谈最后一次 回家 我们谈谈 柳如烟应该还不知道 我已经发现了他做下的丑事 语气傲慢地答应下来 他对我态度一直不冷不热的 我之前一直以为是他生性如此 不太习惯亲密关系 不太习惯说肉麻的话 现在我才知道 他只是对我不冷不热 对别的男人 他可以热情得很 等我赶到家里的时候 柳如烟正坐在沙发上 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电视 见我回来 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我昨天在你店里的休息室安了监控 你今天做的一切我都看到了 他不可置信地看向我 随即 又是我熟悉的发疯 他砸了茶几上一切可以砸的东西 扯着嗓子大喊 怪我不尊重他 未经他的同意去他的店里 还偷偷放摄像头 你这样擅自装摄像头是违法的 你信不信我报警 他大声地恐吓我 我点头冷笑 好啊 你报啊 你尽管告诉警察 你出去坐机 你老公为了找证据 安了摄像头偷拍你和一堆男人玩了的视频 来 来 你现在就报警 报 你报啊 我只觉得可笑 以前每次他发疯 退让的总是我 但那是因为我把他当做最重要的人 我爱他 可现在 被戴了那么多顶帽子 我对他哪里还有爱 怎么能还吃他这一招 见我态度强硬 柳如烟的态度软了下来 那你想要怎么样 你不是说要支持我追求我自己的事业吗 事业 你把你那恶心人的勾当叫做事业 你觉得我是弱智吗 任你糊弄 柳如烟 我把话摆在这 我要跟你离婚 你 现在立刻收拾东西 滚住我的家 我对他已经不抱任何期望 现在一想到他和别的男人轻轻无我 我就恨不得掐死他 不行 你忘了 你答应过我的 你永远不会背叛我 你现在是想要食言吗 柳如烟还是那富理直气壮的样子 柳如烟你要不要脸 我好吃好喝养着你 你不乐意 非要出去作浪 还有脸倒打一耙 说是我背叛你 我怎么了 我那也是事业 你在公司天天上班看文件 和我在咖啡馆玩男人 我觉得没有任何区别 我从来没有干涉过你 现在你凭什么来干涉我 他依然阵阵有词 你简直疯了 我告诉你柳如烟 没得商量 必须离婚 你今晚就给我滚 不然我就把你的丑态发到网上去 让所有人都看看你那恶心的样子 你发 你发 他根本不怕我的威胁 不仅不怕 竟然还非常高兴 说不定你发到网上 会有更多男人会愿意来找我呢 我被他的无耻震惊了 与他交往这么多年 从来没想到他能厚颜无耻到这个程度 我被他气得用发抖的手指指着他 我现在懒得跟你废话 如果你现在收拾东西走 还能带点现金首饰 要不等以后去法院了 你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 他像是听到什么不可思议的话一般 就算是离婚了 那不是也应该把所有的财产都给我吗 我这么多年的青春 可是都花在了你的身上 你觉得你现在这个贱样子 青春还值什么钱吗 走不走 不走别怪我以后心狠 你自己应该也知道 伴侣出轨的话法院会怎么判 何况你还不是和一个人出轨 我认识的那些律师也不是开玩笑的 实话告诉你 就算法院怕我分你财产 你信不信 你能分到的 也只能是你这辈子都还不完的债 见我态度不曾软化 大概是忌惮我的话 也怕真的一无所有 柳如烟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就拎出行李箱 往里头倒腾这些年 我给他买的珠宝首饰 这些年我给他买的首饰很多 每次出门看到珠宝店 我都会不自觉地进去逛逛 觉得这个适合我老婆 那个和我老婆很配 我恨不得把一切美好的东西 都捧到他面前 可是最后 他却回赠了我这样一份大礼 看着他埋头收拾 我心里很不是自慰 纠结再三 我还是问出了那句 我很久之前就想问的话 你到底为什么非要去做这个 他回答得很坦然 为了找刺激 为了快乐 我要疯了 你觉得那些男人比我好 当然 他们可能没你帅没你有钱 但是那种刺激感是你给不了我的 我喜欢被他们羞辱 被他们骂 只有那个时候 我才能感觉到人生的乐趣 我哭了 柳如烟 你到底有没有自尊啊 他难得和我说这么多话 还没有生气 或者说 这件事让他很得意 对啊 我就是没自尊 我就是喜欢别人打我 骂我 越打我 骂我 我越高兴 我的人生犹如一潭死水 只有这两年 我才能找到一点刺激 是你太小心眼 我追求快乐有什么错 我讨厌你 我讨厌你对我的好 你觉得把最好的都送给我 就叫对我好了 你关心我心里真正的想法吗 上班上班 你整日里就是上班 做生意 没劲透了 最该反省的人是你自己 他还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一方 甚至开始喋喋不休地生透我 我只觉得悲哀 你觉得不开心 可是你也没告诉我 对你好倒成了我的错了 你真是无可救药 你自己两个小时之内收拾完赶紧走 希望我等下回来 不用再看见你 恶心 我实在受不了他了 被他下了最后通牒 随后摔门离开 出门之后 我给律师朋友又打了个电话 确保这次离婚 柳如烟绝对分不到我任何财产 如果是我的错 哪怕让我近身出户 也是我活该 可柳如烟实在不配 若是他这种人 做下诸多恶心事 还能分走我一半财产 那才真是叫天道不公 等我再回家时 柳如烟已经收拾好东西离开了 我约了宝洁立刻上门 今晚我要把和柳如烟有关的所有东西 全部清理出去扔掉 现在这些东西都让我觉得恶心 已经太晚了 为了不打扰邻居 大件的家具 我打算明天再请人上门抬走 自从看过了柳如烟的丑态 这个家我一刻也待不下去 等我躺在宾馆的床上 我的心情还久久不能平复 我自认为自己从小到大 一切都顺风顺水 这辈子遭遇最痛苦的事 也就是在今天了 我的老婆背叛了我 而且被我抓的现行 没有一点点愧色 反而还非常得意 柳如烟还不安生 突然给我发来照片 照片上 他和柳建国两个人依偎在一起 笑得正欢 柳建国还用他的手机发了语音给我 你老婆这么喜欢我 是不是因为我比你强了 柳如烟又发了句 对啊 我最喜欢建国大哥了 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现在的心情 世界上比我更憋屈的男人也没几个了 被戴了一摞绿帽子不说 老婆还和情人秀恩爱来羞辱我 第二天一走 我就和柳如烟去办了离婚手续 他看着我笑得肆意 离婚冷静期这些天 我都会和建国大哥在一起 你想不想再来装个监控 看看我们的直播啊 我几乎当街就要动手了 你真的记不得我和柳建国之间的那些矛盾吗 他和你混在一起不过是想羞辱我 柳如烟笑得更欢了 我当然知道 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觉得更刺激呢 人生在世 可不就得找点刺激 找点乐子 最近我才觉得 活得有滋味 我再也听不下去他的胡言乱语 转身打开车门开车离开 他还不依不饶 追着我的车喊 我就是喜欢跟别人玩 我就是喜欢找乐子 怎么了 我找刺激我高兴 有本事你报警啊 柳如烟已经疯了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印象里那个温婉大方 明媚灿烂的柳如烟 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 变成了这样一个 没有廉耻之心的疯婆子 也许 他真的有病 但是 这种病 恕我难以接受 好在 现在这一切已经结束了 我没想到的是 我还是太乐观了 下午 我接到了我妈的视频电话 他和爸爸忧心忡忡的看着我 皱着眉 儿子 你和若若怎么了 我不知道这老两口 怎么会知道我和柳如烟的事 但我和柳如烟的感情 已经无法挽回了 早说晚说都是要说的 我和他已经离婚了 具体发生了什么 等以后我回家再和你们说 反正我和他已经没有复合的可能了 你们也不要再劝了 老两口欲言又止的看着我 好办上 就在我不耐烦 要挂掉电话的时候 爸开口了 我和老婆子今天进城采购 本想到你给我们在县城买的房子歇歇脚 哪知道 你快回来一趟吧 若若回来了 好像还带了个男人 现在在你卧室呢 不用想 柳如烟带到家里去的那个人 一定是柳建国 我想过他们无耻 但没想到能这么无耻 我连忙驱车以最快的速度赶回老家 等我到家里踹开卧室门的时候 柳如烟已经在卧室和柳建国滚成一团了 见到我回来 他们先是射一惊 随即 柳建国色力那人的看着我嘴硬道 怎么 听你老婆说我更强 迫不及待的想来见证一下 来啊 尽管旁观 我再也安纳不住了 私闯民宅 打死无怨 我可以不打女人 但是柳建国主动送上门来 不打她一顿 对不起她犯件送上门来 我冲进去 抓住柳建国的衣领 一拳一拳地打在她的脸上 柳如烟在一旁发出尖锐的叫声 她冲上来想要阻拦 却被我一脚踹开 最后只能蹲在角落里大声尖叫求我停手 可我根本不理会她 一下一下结结实实地砸向柳建国那张泛着油光的脸 柳建国久能放大一个 面对我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只能痛叫着乖乖挨打 直到我打得快没力气了 爸爸才走进卧室 儿子 差不多行了 再打就出人命了 我愤愤地松开了手 柳建国被我打怕了 也不敢像之前一样挑衅我 见我放开手 就立刻顶着那张被我打成猪头的脸 连滚带爬地逃出门去了 哎 你 等等我 等等我 柳如烟见情人走了 也急忙跟着跑出来 亮亮呛呛地追了上去 唯一的好处是经过了这么一出 我也不用再担心怎么和家人交代离婚的事了 而且见过柳如烟的做派 他们大概也不会再劝我好好考虑了 终于熬过了离婚冷静期 我和柳如烟彻底一拍两散 再也没有了联系 至于柳建国那个畜生 不配被轻易放过 我想办法找到了柳建国老婆的联系方式 把柳建国和柳如烟做过的丑事全部捅了过去 他老婆是本地人 在这里也算是小有群士 柳建国当年干了出卖公司的事 还能在这个行业内蹦打 他老婆的娘家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他老婆见到了我发过去的视频 二话不说就跑去他的公司和他大闹一场 并且直接和他离婚 他当然不愿意整日纠缠他的老婆 不想离婚 却被一伙不知打哪冒出来的人 拉出去打断四肢扔到了大街上 大晚上他一个人在马路上趴着 直到又被车给碾压过 才被车主送到了医院 命虽然保住了 但是四肢全部都被截掉了 虽说后来打人的利索投案自首 判刑了事 但赔偿 对不起 要钱没有 柳建国平时为人就不行 也没人愿意帮他忙 七七残残躺在医院里等死 有一天 他老婆还到医院对着他破口大骂 现在可算是不止第三条腿不好用了是吧 所有腿全断了 我看你还怎么犯贱 原来柳建国有不欲证 被他老婆点破以后 一群患者家属围在门口看他的笑话 柳建国除了大喊大叫 什么也做不了 我是在网络上知道这件事的 有好事者发了柳建国的视频到网上 并且解释说 是一个出轨的渣男为了额钱把自己腿打断 趴马路上碰瓷 结果被车碾了 好嘛 新闻学的力量我是见识到了 我点开评论区 都在说大快人心 恶有恶报 虽说叙述的不保真 但我的确看得很乐呵 柳如烟一次也没去探望过柳建国 大概是觉得废人不能陪他找刺激了 后来 听我哥们说 柳如烟凭着从家里顺走的珠宝 很是灯红久留了一段时间 但 当继续挥霍一空 连吃饭都成问题以后 他哪里还有闲心追求什么精神刺激 填饱肚子才是当务之急 可惜 正经生意他没那个本事做 只能捡起了下流的老本行 后来 还进去采过一段时间缝纫机 后来我就没再听过他的消息 他彻底消失在了我的世界 离婚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一直消沉 我没法再接触女人 更别提开始一段新恋情 甚至步入婚姻 我只能拿工作麻痹自己 一心扑在公司的事务上 晚上甚至都直接睡在公司 我不愿意回家 回到那个柳如烟生活过的房子 只要一想到他 我都会汗毛竖起 浑身起鸡皮疙瘩 他给我留下的心理阴影 好几年都没有消除 唯一因祸得福的是 因为我这些年的拼命工作 我公司的规模扩大了好几倍 我挖来了一位非常优秀的职业经理人 分担工作 而我则开始把精力 放在经营自己的生活上 我开始到处旅游 走遍祖国的名山大川 体验各处的风土人情 在一次旅途中 我遇到了一个姑娘 她活泼热烈 有一种蓬勃的生命力 深深打动了我 我决定为了她 开始新的生活 那个姑娘对我也很感兴趣 我们几次相约 一起出行旅游 我逐渐对她敞开了心扉 在一次酒后 我对她坦白了所有的过往 那些耻辱的见不得人的过去 我缩在一旁 等着她下最终的审判 她没有嘲笑我 反而还安慰不是我的错 后来我们在一起了 我和她一起买了新的房子 结婚 在一起生活 她不会嫌弃我无趣 不会嫌弃我不够刺激 我们彼此相爱 但也相互尊重 我重新拥有了一份 正常的家庭生活 又过了几年 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我起初以为是骚扰电话 并没有接 可对方始终弃而不舍 最终我还是接了电话 你好 哪位 我是柳如烟 我想见你一面 可以吗 不美好的记忆 一下子全部涌上我的脑海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拒绝 我有我自己新的生活了 以后就不要再相互打扰了 可柳如烟还是很坚持 我就要死了 死前我想见你一面 可以吗 求求你了 我吃不准 她是真的要死了 还是只是想骗我而已 我还在纠结的时候 妻子走到了我的身边 想见就去见一面吧 有些阴影 只有直面才能消散 是啊 这么多年 我只是放下了 可伤疤还在 我望向妻子 她鼓励地对我点了点头 我独自驱车赶往柳如烟给我的地址 身边还带了摄像头和一把军刀 即便是柳如烟想算计我 我也能立刻反击 门没锁 可以轻易地推开 一进去我就控制不住地皱起了眉头 一股肉泪腐败的味道 混合着屎尿尾扑面而来 臭 太臭了 等见到柳如烟的那一刻 我知道之前是我想的太多了 她已经没能力算计我了 柳如烟摊坐在床上 像个七八十岁风竹残年的老人 行销鼓励的样子 和我印象里那个她判若两人 她似乎是看出了我的疑惑 指了指柜子上放着的检查单子 某毒 阳性 我后悔了 她的声音有气无力 我看到两行类从她的眼角一点点留下 我不应该做这些事 那几年我可能是疯了 和你离婚之后第三年 我就查出来这个病 我没能力工作 就卖手势赚点钱花 几个被我传染的男人后来过来 把我的钱都抢走了 我只能出去乞讨 我听着毫无感触 我曾经一直想看她过得有多不好 想看着她的惨状哈哈大笑 可真到了这个时候 我反而没什么开心的情绪 也没有悲伤 我想快点离开 我的妻子爱吃成继的点心 如果我能早些回去 还可以赶在她下午茶之前 把热乎的点心送到家 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我选择转身离开 我很难受 可是能缓解我病情的药都很贵 我没有钱了 她终于说出了找我的目的 这是你应得的 我帮不了你 我听到自己这样对她说 走出屋子 外面的阳光温暖且耀眼 最后一点阴霾 彻底散去 我得快点去给我的妻子买点心了 全文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Fields衣